那前天我们学到了是否要我们去从日常的神态表情言词动作去练一下 然后先练一下我们外在的动作啊表情啊言词啊 然后对着镜子去练一练 至于练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总要有一个标准吧 所以呢是否当时还没有说让我们去看什么世间的高人啊 或者是什么电视剧里的人物啊 他就是跟我们说啊 在佛经里有这样的标准 什么的标准呢 我们通过佛经里面的人物描写来看一看 这些神态表情言词动作到底应该怎么样练习呢 当时师父说了 说在这一块如果大家想练习的话 你可以去看欲耶女经 那欲耶女经里面就是佛法教我们的 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练 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当然哦 那佛说欲耶女经里面呢 基本上都是叫女人们 她们的礼仪是什么 那只是在教女人吗 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啊 我们学完这一段以后呢 再看 当时欲耶女在这部经里面 她问佛了 说这个女人呢 究竟要怎么做呢 那妇人的礼仪又是什么呢 那当时佛教她的就有五种 五种做法哦 你要做什么样的女人 你要具体怎么练习 在哪种场合要怎么做 要怎么说 那当时佛一讲 那在现场听法的那些人呢 马上就明白了 哎 不过我们是不是真的能 真正的明白呢 真正的明白就是你理解透了 然后又能做到 那就叫透达了哦 那我们细细去想一想啊 理解一下 那里面讲的内容非常广 当时佛告诉欲耶女说 女人有五种做法 在里面呢 说是五种妇 妇女的妇 就是说 你在不同的场合 你要做这五种身份 那这五种身份 都有相应的做法 都是相应的礼仪 然后啊 是佛就开始问 问我们啊 说 各位你们讲一讲啊 是哪五种妇呀 我们想了半天 不知道 因为我没看过 因为我没有看过 佛说欲耶女经 我也不知道 没人吭声 然后师父一看 好像都不知道啊 那你们讲一讲 在场的各位啊 结婚的 那你们说一说 你们的夫妻关系吧 那当时有好多师兄啊 他就把自己的 那夫妻生活呀 什么的描述了一下 都很干燥的啊 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什么味道 就只是说了 夫妻之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上班下班回来怎么样 他是怎么做那个自己家里的那个对方又是怎么样 哎呀说的特别没有味道 也没有找出来重点是什么 所以师父听完以后说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说的这叫五种妇 是佛经理说的那五种妇吗 我们就愣了是吗 是啊 但是说的不知道在说什么呢 佛经理的五种妇 到底要怎么做呢 很好笑啊 那这个时候啊 我就想起来 有一个电视里面描写的啊 夫妻关系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呢 就说明了我们平常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一般的夫妻关系是什么样子吗 为什么家家会闹呢 为什么夫妻关系一开始还挺好 但是过不了几年就变得 矛盾重重 最后就分手了呢 我当时看到的那一段很好笑 就是两夫妻啊 开始吧还挺好 后来呢 时间久了 时间久了以后啊 这个女人啊 她就变得非常就像我们一样啊 反正是一家人了嘛 一家人了 我就可以放肆啊 我就可以放一放荡啊 管你怎么样 反正一家人都几十年 十几年过来了啊 我就可以放肆了 什么神态表情厌慈动作 统统不会去考虑那些事 就认为这家就是我的嘛 那丈夫也是我的嘛 我想怎么样怎么样 又能怎么样 所以根本就不在乎种种的缘起了 那么她在家里啊 就是 女皇一样啊 然后说话 出生大气啊 家里一切事都是女人做主啊 什么事 都说 你 这个事就要我决定 我说了就是这样子 你 你根本就不懂 出去 就是那种 那种腔调啊 然后啊 这男人就觉得挺痛苦的 哎呀 怎么会这样呢 说话都会 被自己弃子 这样子啊 没面子 有一天啊 他们两个又在那里 他这个女人啊 又是 哎呀 出生大气的 指责呀 你干什么干什么 然后又抱怨啊 你这个也做不好 那个也做不好 在这个时候啊 突然 他的手机响了 他手机响了以后啊 他一看 呀 是自己单位里的上司了 哎呦 马上就把电话接过来了 接来以后啊 那个语气啊 那说话的语气 马上变得非常温柔 然后对人家说话 哎呀 说 哎呀 他那个态度 马上转变得特别柔和 十分的柔和 那一听这个语气啊 那男人知道 哎呦 自己妻子啊 跟上级联系呢 然后他就用手机给他拍摄像啊 把他妻子那一段就拍下来 他就在那里 非常温柔的 呃 细声细语的 跟他的上司说话 说 说啊 然后说 哎呀 那怎么能您来送呢 我亲自去拿就好了 那怎么能劳驾您来送呢 就这样的语气啊 然后说 哎呀好好啊 天这么晚了 您注意休息哦 然后说 滚呆 还弄一英语啊 滚呆 然后什么什么 拜拜 哎呦 那个语气哦 特温柔 然后他老公呢 就把这段试拍下来 发以后啊 他在那里 你干什么呢 那语气又变回来了 开始教训了 他老公说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把你视频拍下来 你看看 你怎么对人家这么温柔 你对我就这样 你在那里跟人家 可奶 你怎么在家 就是姑奶奶呢 我在那里 说你 你就不能 这样子对我一下吗 然后他说 知道什么呀 缠一边去 哦 就这样啊 每一次都是这样 那然后他家里的毛 就拿就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可是就是啊 你说这个 这个女人 她不知道 什么是 善缘其毛 他当然知道 那他为什么 对自己公司里的人 就会那样子 那么到家里来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又不是不知道 那我们 一些在家军事呢 在家里 是不是也会犯 这样的毛病呢 那么到 上级面前 是一个样子 回家以后 又是一个样子 哦 那些矛盾 怎么产生的呢 所以 佛就 对玉焉女说了 说你如果想在家里 做好这个妇人啊 你一定要做到这五种 你要做到这五种 你这个家庭关系 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那这个女人就是非常成功的女人 如果 只是像我们那样 放肆放育 一到家里就开始 就一副皇上相 那你永远让自己的家庭生活好不起来 我也常常见到过那些人去指责别人 那个神态 那个表情 哎呀 那个话语说出来 我就想 他怎么就能说出来呢 就是当着我的面 我都会看到 有人就那样指责 你懂什么呀 一边去 我愣了半天 我也不敢说什么 虽然我们也学缘起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佛教我们的 应该怎么样做呢 佛教我们 应该怎么样出事啊 这些神态表情言辞动作 我们检查一下 不管你在哪里 是不是符合佛说的 就在佛经里面就有 我们来仔细检查一下啊 比如说 在佛经里面说了 你如果想做好一个女人啊 你要做 首先一个臣妇 臣妇 大臣的臣哦 这臣妇 就是说 你在家里 你对自己的丈夫呢 就要像一个大臣 对待皇上一样哦 把自己丈夫看成皇上 自己只是一个大臣而已 可是呢 刚才我看到的那个电视啊 他就是反了 颠倒了 他正好把自己当皇上 把自己的丈夫 当奴才了 但是佛教的 你看 把自己当臣妇 把自己的丈夫当皇上 各位 你能做到吗 你可以做到吗 你能把自己的身份 放低吗 是不是很难呢 但是佛教的就是这样子 你只有把自己放低了身份 你是大臣 对方是皇上 你才能做好 那么当时我听到这一个以后啊 我就觉得难 非常难 为什么一定要让女人做大臣呢 男人为什么就不能低下去呢 我理解的非常片面啊 其实呢 不只是在说夫妻关系哦 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并不是指女人哦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你这个臣 你就把自己的身份放低 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里 不管你在哪里 通通适用 你通通适用哦 你就把对方当成皇上一样 你想 大臣在皇上面前是什么样子啊 我们看过那些电视啊 在电视里面描写的那些大臣 他们是什么样子啊 他们绝对不敢有一点放松的 也不敢有一点放肆的 你看看哪个大臣敢在皇上面前指着他 指着皇上的鼻子说 你给我出去 有吗 他敢吗 绝对不敢 甚至他连大气都不敢出啊 你怎么敢在皇上面前吼呢 你怎么可能在皇上面前摆你的脸色呢 你那一副冷脸在那里冷冰冰的 辣的长长的 你敢吗 在皇上面前你敢吗 你敢在皇上面前去指责他 不可能 你是毕恭毕敬的在皇上面前啊 而且你要时时刻刻警觉我哪一句话该说哪一句话不该说 你统统要知道的啊 你说错一句话没命了 这绝对要注意的每一句话都不能乱说的 不但不能乱说 而且对方皇上把对方当皇上 对方这位皇上 他一举一动都是想表达什么 那么你能不能充分的理解 你能不能知道他要你做什么呢 你能不能找到感觉呢 你能不能用自己最好的语言 最好的表情 最好的动作来配合对方呢 能吗 如果你做到了 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在单位 不管你做什么事 你步步为营 如果说还像我们平常这样放逸放肆 你永远都是错的 你这一路都是往下滑的 我们自己检查一下吧 你在工作单位里面 你看看如果你步步高升 你的单位领导一直那么重用你 那么喜欢你 就证明你时时刻刻都在警觉着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说 该有的表情就表达 不该有的表情不敢表达 但是我们常常不会注意这些的 不管在哪里 能不能说的话都敢说出来 还有的人做生意 你看看你是一路顺风 还是一路下跌了呢 为什么呢 哪一个环节出错了呢 是把自己当皇上了呢 还是把别人当皇上了呢 那只用在家里吗 只用在你这个女人身上吗 不只是这个啊 那我常常听到有人啊 跟我说说 师父啊 你加持我 让我这个事业顺利哦 或者让我步步顺风啊 让我在哪里哪里都是春风 得意呀 八面玲珑啊 怎么样 我说是啊 这个佛会加持的 佛法也在加持你 只是你自己做不做了 佛在讲啊 就这五种父就跟你讲得清清楚楚了 佛法里面也有啊 都描写的很很详细 但是你做了吗 你是按佛说的做了吗 你如果真的按这个做 那不是佛法都在加持你吗 他时时刻刻在加持你哦 你接受了吗 如果接受了 为什么你不把自己做大臣 把对方当皇上了 那我们就要练哦 现在 现在我们不是说随着我们的烦恼去搞什么哦 现在我们来学佛经 佛经里佛说了 你要做臣妇 好 我们把我们身份降到大臣这一级上哦 那我们现在对我们身边所有人 我们试一下 你能不能把自己降到大臣这一块来 你把别人当皇上了 能不能 你练一练 那么你练的时候 你把你身边的所有人皇上了 那么在皇上面前 你应该怎么样呢 你应该怎么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呢 因为你说错一句话 你会死掉 你一个表情错了 你就可能倒霉啊 我记得在一个电视剧里哦 呃也是 也是电视剧了 那慈禧身边的太监们 那各个都是训练有素的呀 当时就是有一个小小孩子 他很想进宫 他很想进宫去 呃 做太监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找了一个老太监做师傅 做师傅啊 他就说 那他说说 你为什么要进宫 他说我为了救自己家里人嘛 我愿意去做 他说好 那你想做 你是真心的 还是就想挣了两个钱 他说我真心的 好 那我来教你啊 那么从那天开始啊 那他 他师傅说 好 现在开始训练哦 那你给我笑一个看看 然后他就在那里 冲着他师傅笑 他师傅一棍子就打过去了 说 你这叫笑吗 他说是啊 我叫笑啊 就就你这副笑容 你还想在皇宫里混 他说啊 我很真诚的笑了 他说找死啊你 这种笑容能在那里表现出来吗 你知道在在皇宫里呢 那个微笑是什么样子的吗 他说不知道 就你这个活不过明天啊 就开始训啊 就这一个微笑就把它训了好多好多天 走路 不管是走路 说话 微笑 就那样一点一点的训啊 真的 那个太监师傅就那样一点一点把他训的特别完美 然后他进宫了还差点死掉 我们就想一想 你作为一个大臣 你在皇上面前 你没有这种 你连这个都不懂 你到那个时候 该说的 你不说 不该说的 你乱说 甚至你敢往前冲 你真的着死 我们常说的那些话 就是你如果拍电视剧的话 公平剧 你活不过三级 哦 活不过三级的 那我们想一想 到底什么样才是如履夺兵的大臣像呢 我们可以去看和珅 你去看 你去模仿 去找一找感觉啊 好 还有如果说 这是在那些 官场上 那我们再想一想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呢 做生意的人 你也是 你浑身的 那些感官 你通通都要调动起来 调动起来 你还不能把自己当皇上哦 你要充分的去感受对方 你让他们觉得你把他们抬得很高 而且你还要充分的调动自己浑身的感官去感受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内心在干什么呢 如果你能感受的非常灵敏 好 你这个做生意的人 你就是高手 那么你就能把这些项目最好的项目拿到手 然后你的企业就会越发展越高 你越做越大 如果你把自己当皇上 就知道在那里 砸钱啊 或者是就凭我 我皇上啊 你们怎么怎么样 我有钱啊 好 你看看你最后怎么样 你看看你的生意到最后怎么样 所以 我们想做到一个臣妇的话 各位哦 你一定要调动自己浑身的感官来练习 把别人当皇上啊 要不然你一定失败的 所以怎么样才能掌握这最好最佳的神态表情言辞动作呢 你说我现在一点都不会呀 我只会当皇上啊 你说的这个皇上也只是你认为的皇上 就是我做主 我老大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其实那也不是皇上 皇上并不是你这种样子的 你以为自己是皇上啊 所以呢 就开始放肆放肮放荡 然后你说的这些我统统不懂 佛教的太深了吧 这怎么能把自己当大臣呢 我真的不知道啊 过去生我都不知道 现在生我也没没这个感觉 没练过 那没练过怎么办呢 现在开始练 现在开始练哦 就在身边开始练 要不然你能到哪里去练 身边有哪些人 你就去练了 你能不能调动自己绝对尊重他 就尊重他 把他当皇上 你来试 如果你练了一天 然后你憋的呀 睡不着晚上 哎呀我这一天闷的我 难过呀 我把他当皇上了 我把他当皇上了 可是他得寸进尺啊 他要求我这个 要求我那个 我根本达不到他满意啊 我这一晚上 我这一天累的我 我睡不着啊 我难过 我生气 我闷啊 我明天我就不做了 我明天还坐我皇上去 那 那你根本没训过关啊 你没训练过关啊 你如果连这个都忍不了 你想一想 你还想 练习身态表情 颜色动作达到最完善 最美 最佳 绝对没有一丝一毫 去随烦恼 那你不可能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那里 难过 生气 不满 你认为别人得寸进尺 你认为别人怎么怎么样 那都是你的烦恼啊 你怎么就没有想 我怎么样做一个完美的大臣 伺候好我这个皇上 然后让我这个皇上 他虽然得寸进尺 我又用什么样的智慧 什么样的方法 把我这个皇上 感化了呢 让我这个皇上 能够 不是得寸进尺啊 让我的皇上看到我就喜欢 看到我就满意 就离不开我呢 你怎么不去练这个呢 为什么晚上就会睡不着 我给他一点脸 他就上房接瓦了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那为什么你不反过来想一想 我要用佛教的什么智慧 什么方法去感化他 去伺候我 去侍奉好这位皇上 反过来 一定要反过来哦 因为我们以前的那些 种种的心 心理啊 种种的观念 都是颠倒的 你一定要跟佛 说的这些相适应 你才能去训练到底 要不然呢 真的 你忍一天 忍两天 忍不了三天 反了 伤心了 难过了 然后算了吧 哎呀 这众生好难度啊 这众生太难了 我答应了他一个要求 他还有两个 他还有三个 他甚至不顾我死活呀 我受得了吗 那你还是围绕着自己 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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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是把自己当皇上 你并没有真正把自己放下来 放下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很 有时候我们就是没有看清我们 是不是真的把自己放低了 我们表面上好像是放低了 啊 您怎么样啊 或者是说点话啊 说几句好听话 就认为自己放低了 或者是做这么一天 家务好像是放低了 或者是给同事一个笑脸 就觉得放低了 或者是 啊 我给他 一点点什么 撑羊赞叹 也是放低了 不是的 你没有认清自己 你的内心真的把自己放低了吗 如果放低了 你绝对不会觉得难过 如果说对方他没有满意 你就会想 我哪里没有做好 我哪里还有缺陷 我是哪一点没做好让他不满意了 你会是这样想的 那是大臣 你真的放低了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哦 那这是臣妇啊 那第一个 好第二种不是有五种吗 第二种就是母妇 母亲啊 你看哦 佛在佛经里教人 他教得真好 他讲得那么清楚 那么明白 你还要学会做母妇 你不但要把自己做臣妇 你在什么时候做臣妇 你要想好了啊 你还要做母妇 什么叫母妇啊 母母亲 我们知道我每一个人都有母亲 你可以感受一下 有的人呢 就说了 我感受不到母亲到底有多伟大 我感受不到 我也感受不到我的母亲 对我有怎么样 我没感觉 甚至我还会觉得他很厌烦 甚至我还觉得他跟我一点都不合呀 他跟我是两入人啊 我感受不到 好 那你反过来 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你做母亲的话 你对孩子又是怎么样照顾的呢 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感受到了吧 那么你是怎么对待自己孩子的 那你的母亲就是怎么对待你的 难道你跟你的孩子观念就是绝对一致的 百分之百没有矛盾吗 那你又是怎么样顺应小孩 然后又去教育他 引导他呢 这个母亲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行住坐卧都在关心自己的孩子 你一心一意乘着的都是他 不管你做什么都是为了他好 那么你反过来想一想 自己的母亲对自己也是的 也是一样 他不管怎么样 方式方法对或者错 跟我们想的是一致的还是矛盾的 那他也是对我们绝对的关心和爱护 这一点有时候体会很难 有小孩的呢 可能会体会到 没小孩的呢 你说啊 我从我母亲那里很难体会到 有时候他说话很烦人啊 没完没了啊 有时候他就硬要我怎么怎么样啊 就得让我听他呀 我不听就不行啊 然后我就觉得他太可恨了 然后就怎么会这样 坚固啊 他怎么会这样子啊 我学佛法的人啊 他又没学他能懂什么呢 我们会指责抱怨一堆是吧 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那古代的那些闲人圣人们 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有一个很 大家都知道的 那个皇 三皇五帝是吧 其中有一位皇帝叫顺是吗 那个顺他的母亲是后母 是吧 他亲生母亲和他 一开始呢 是一个部落里面的首领 他的父亲是首领 然后呢 但是他父亲呢 又跟那个 他们那个族里面 另外一个年轻女子 好了 然后呢 又娶了那个年轻女子 就不要他母亲 就把他母亲和他都赶出去了 赶出去以后 各位想一想 如果是我们 我们是那个小孩 我们都被赶出去了 那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自己的家被别的女人占了 那么我们通通被赶出去了 而且那个女人 我们还要叫他妈妈或者母亲 你愿意不 你能不能孝顺他 很难的吧 但是 他这个母亲实在太伟大了 我看到了 就他们赶出去以后 没地方住 那么他母亲就带着顺呢 就到一个山洞里去住 他两个到山洞里住 到山洞里住呢 他们在山上去开荒 去种粮食 种了好多 种了好多以后呢 他们还 他还教顺去打猎呀 或者做什么呀 还教了他好多本事 而且顺每一次抱怨的时候 他母亲就会说 那是你的父亲 你怎么可能去抱怨呢 如果顺说他那个后母不好的话 他母亲也会说他 你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他也是你的母亲啊 他这个母亲好伟大哦 就这样教他 所以他真的把他那些烦恼点都给他 消掉了 所以他就跟他母亲在一起 一直就学得这么好 有一次啊 就是他们部落在下面 发洪水了 发洪水的时候啊 他那个母亲 看到了 说 你看下面的村子被淹了 庄稼也没有收获 我们呢 他们在山上因为 比较高 所以没有冲到 他母亲每次教他 他们两个一起种田啊 攒粮食啊 攒了好多粮食 说你看我们两个也吃不完 都攒到山洞里 保护得好好的 这个时候 他母亲就叫他说 你去 把这些粮食 拉到村子里 送给你父亲 因为他父亲是首领啊 让你父亲去给村民们吃 他就说 母亲啊 这是我们自己攒的粮食啊 为什么要送给他们呢 说你要听话啊 你的父亲是族长啊 他一定要为自己这些族人着想啊 那你是他的孩子 你当然也要继承这样的品质咯 去送吧 那么他就心甘情愿地 拉着这些粮食去给他 父亲送过去 去送粮食 然后村民们开心的不得了 但是他送去的时候 他那个后母看到他了 马上就开始骂他呀 你干什么来了 你到我们家干什么 来看热闹啊 我们家里 我们这里 遭大水来怎么怎么样 说的很难听 但是他 一直记着自己母亲的教导 他还是非常恭敬 对他非常尊重 他说我是来送粮食的 这个时候 他母亲就一愣 他这个后母就一愣啊 你还会为我们送粮食 不过呢 就愣那么一下 还是就说 那就放下吧 然后回去 对他父亲说 他是来送粮食呢 还是想做什么 你把他赶走 我们不能丢他 然后父亲说 天已经晚了 就让他在这里住一晚吧 他那个后母说 不行 绝对不能住 就这样 那么累 送来粮食 他那个后母就把他赶回去 就天黑了 他都要回去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会不会恨 好 这两个母亲的对比 那么他回去以后 他没有抱怨 指责 他母亲也没有 后来 又一次 就是 村子里 这一次呢 这一次呢 再后来又一次啊 就是他母亲 看天象啊 一看 呀 对他说 快点 你快下去 好像那个大雨要来了 这一次的洪水 比上一次还要大 你赶紧让那个村民 赶紧转移 赶紧把他们带走 要不然 很惨 然后他就赶紧往山下跑啊 跑啊跑啊 跑下去 就开始喊啊 喊 就快跑啊快跑啊 大水要来了 但是谁会相信呢 不会有人相信 这个他后母就出来了说 你在这里 干什么呢 你倒什么乱啊 又开始骂他 骂他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山洪已经爆发了 那大水加人 那是母就冲下来了 这时候 那村民才害怕了 赶紧跑啊 赶紧往山上跑 在跑的时候啊 他这个后母也有一个小孩子 还在房子里 他们在路上喊嘛 所以这个时候 大水冲过来 那个房子 一下子就冲倒了 他母亲 他那个后母 当然心疼 他自己亲生儿子了 就在那里哭啊 哭啊 不肯走 这个时候 各位 你会怎么做呢 但是 我们这位皇上 他马上就冲进 那个房子里 在那泥土里面 把他那个 后母生的弟弟 抱出来 抢救出来 然后他的亲生母亲 也赶来了 赶来以后 也是催着他们快跑 他的母亲 甚至还去救别人 为了救村民 他的母亲都死了 被尼斯留给淹没了 然后 就剩下他 后来他就跟着 他的父亲一起生活 一起生活 他的后母 一直对他不好 一直害他 可是他推到后母 就一直那么孝顺 他的孝顺的名义啊 就传遍了整个乡里 甚至其他的地方 都知道 他是个大孝子 绝对就把所有的人 都感化了 我们就想一想 同样的场景 就一个后母 他就能这样孝顺他 而且还是总在 害他的一个人 如果是我们 我们早就急了 要么就跟着他 骂起来了 或者要么就打起来了 要么就离家出走了 是吧 我们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情 他就对着干 要么就走 我打不过我就走 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容忍你的 我们绝对不会去想 去感化他 但是你看他那个亲生母亲 他就是一直在教他 怎么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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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母亲就是 不但教他怎么做人 还心里面一点怨恨都没有 对他父亲没有怨恨 对他后母没有怨恨 对全族的人没有怨恨 他心里一直在想着这么多人 我们心里能成几个人啊 各位 我们如果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容忍不了 你能容忍谁呢 至少我们的亲生母亲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行住做祸都在关心着我们吧 他都在关心着我们呢 为什么我们都容不了他呢 那如果我们做母亲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对孩子呢 你是不是也要行住坐卧 统统要关心呢 我们常常学的那些诗词 你看看描写母亲的心里的那些词 那些诗 你看看他母亲 多么细腻的感情 对待自己的孩子 你出门 他会担心的不得了 他就是每天想你的时候哭一次 他也不会让你知道 他怕你担心 他还要想 你有没有过好啊 你有没有冷啊 你有没有热啊 你有没有吃好睡好啊 他一直牵挂你啊 那么我们反过来 现在想一想 这就是母亲啊 我们如果把自己当母妇 那就得有母亲的胸怀呀 那母亲的胸怀是什么呢 就是时时刻刻 关心着你的每一个孩子 你把谁当孩子了呢 各位 我们想一想 我们能把谁当小孩一样 那现在佛说了 你作为一个母妇 就是把自己的丈夫 当成小孩子一样 他的行住坐卧 你统统都是那么关心 那么爱护 你一丝一毫的都能替他想到了 你可以吗 你可以像母亲一样 对待自己的丈夫吗 能不能吗 是啊 我们现在就开始学着去做 学着做 你如果真的你的胸怀 你对自己丈夫的胸怀 就像母亲一样 你绝对生活 非常完美 那么我们只是在家里 女人才用这种身份吗 其他的地方没有吗 你看看佛菩萨 他们是怎么样对待众生的呢 佛常常说 一切众生都是我子啊 是不是 那佛 他就是用那种宽广的胸怀 来救护一切众生的呀 那菩萨跟佛学 他也是一样的 他就把一切众生 当自己孩子嘛 自己的孩子受苦了 他能不担心吗 他能不想办法吗 他能不为自己的孩子考虑吗 你们就不要在那里颠倒错误的做了 要出来呀 出来 是吧 可是我们虽然不听话 虽然还在搞烦恼 那佛菩萨也不会放弃我们 就像母亲一样 你犯再多的过错 他该心疼你还是心疼你 他该爱护你还是爱护你 他要帮你的时候还照样帮你 尽管你会让他伤心 让他难过 我们也要学这种胸怀的 当时我学到这个母妇的时候啊 我就想哎呀 做一个母亲太累了 好累啊 就替这个胸怀天下 这个做不到是吧 就是一切众生也做不到 就对自己的亲人 我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惹我急了的话 我就会发脾气 他把我惹急了 我就会烦恼 我就会难过 我就会想 哎呀 这天下还有没有一个有良心的人啊 我对他这么好 他还敢跟我急 我就有时候会这样想 所以我就想 哎呀 还是不要长大的好 很惭愧啊 忏悔 跟各位忏悔 当时我就想 我还是当小孩吧 当小孩多好呢 你看有父母呵护着 我还是不要长大了吧 我这样当个小孩的话 哎呀 全天下人都呵护着我 多幸福啊 都被宠着了 多开心啊 可是 你总要长大的呀 你一定要像佛菩萨那样 去做一棵大树 去护佑一切众生的呀 你永远长不大 你什么时候才能成就佛菩萨的一切呢 那不是反了吗 如果说人人都像我们一样 都当小孩 都喜欢别人宠着 那么想一想 天底下全是小孩 各位 没有大人啊 那我们之间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乱七八糟的情景啊 没人宠我们了 你没父母宠你啊 因为大家都想做小孩嘛 谁宠你啊 你想依靠谁啊 那如果我们统统以这种母亲的胸怀去关心爱护对待其他人的话 我们到哪里都有医护啊 因为通通都是佛菩萨的话 你想一想你到哪里没有医护 我们常常都是颠倒的想颠倒的做 所以母父这一块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也要做也要练习啊 现在开始练习 想一想 想一想啊 练习 一定要开始练 你每一次对身边的 你现在说我面对一切众生去练 很难是吧 因为我们心量没那么大 我们现在可以在身边的人这里练呢 自己的丈夫 你可以把他当自己孩子一样关心爱护 我们自己身边的孩子 当然是哦 那么自己身边的 其他亲人呢 你也可以用那种宽广的胸怀 爱护他们 你去做他们的依靠啊 所有的人都把你当依靠的话 各位 你想一想 你在自己身边那些人那里不就练成了 那么你练成以后你再想一想 你可以再放大一点心量 在单位练啊 单位练成了 你可以在更多的人那里去练啊 那你这个母父 你也就做到位了 不管你出家还是在家 你通通都要有这样的胸怀 要不然的话 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单纯的理解啊 你看佛怎么总要求女人啊 女人这样子女人那样子 不是的 就是我们所有所有的人都要这样做 当时是因为欲耶女他请问这样的问题 但是佛讲的时候呢 你所有的人都能按这个做到 那不是都好吗 那不是都把烦恼降服了吗 那真的能 第一个把自己做大臣 第二个把自己像母亲一样去宽容 去慈爱 去救护一切众生 那不就好了 好 我们学了两种了 那么再看 还有第三种 媚妇 媚妇 就是妹妹啊 这个媚啊 这个媚妇呢 我们知道啊 当时呢 在余耶女经理说了 你要做 还有一种身份 就是媚妇 你要把自己做一个小妹妹 把自己的丈夫呢 作为一个大哥哥 那我们就想 如果你没有哥哥的话 很难想象啊 你也可以想象一下 有哥哥的人呢 你应该有点感觉 就是你有一个大哥哥的话 哎呀 他总是关心你 爱护你 甚至他比你大一些 你就会想 呀 我有个哥哥 总在护着我 哎呀 真好 我就要依靠他 他就是我哥 真好 然后呢 你遇到了 谁欺负你了 哎呀 我有哥哥 哥哥快来啊 保护我啊 你哥哥就挺身而出啊 那是你的保护伞啊 是吧 还有啊 你的哥哥比你大 那么 他 就会比你懂好多事情 因为见多使馆啊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想 哎呀 我哥哥好伟大哦 他什么都懂 他什么都能教我 他不但爱我 护我 他什么都能教我 我想有什么疑难问题 他都能替我解答 这就是妹妹对哥哥的那种依恋 就是妹妹对哥哥的那种崇拜 我们有这种心态吗 你对自己的丈夫有崇拜过吗 你有把他当成自己的保护伞吗 各位 我常常见到好多人啊 他 他在我面前表现的 我都看到了 他 他根本就没把自己的哥哥当什么崇拜的对象 也没有把自己哥哥当成什么 就是保护伞什么 他就 我举一例子 你们不要误会 就举一例子 有夫妻两个 我看到 然后 那个丈夫在那里说 哎 你看 这个事这样安排行吗 他马上就说 哎呀 你懂什么呀 去去去去去 怎么你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啊 连这个都不会的话 你说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有什么用啊 你连个女人都不如啊 你怎么能这样窝囊呢 他这一连串抱怨的话就出来以后 我就想 呀 这是妹夫吗 还在我面前这样表现 天啊 他哪有一点点崇拜呢 那他哪有一点点把对方当成保护伞呢 因为对方在他眼里就是什么都不懂 你什么都不懂 你有什么用啊 窝囊废一个就好像你是他的保护伞吧 那你不是彻底颠倒了 那你也没有给他一丝一毫的崇拜的这种心情啊 哪有 那又哪有崇拜他呢 你没有要求他跪在你脚下都还不错了 就是我们呢 常常学着缘起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来就是学完以后就丢到一边去了 什么妹夫啊 当时听的时候有点感觉 但是一遇到现实情况我马上就忘了 我是皇上 该献谁就献谁 想杀谁就杀谁 你错了 砍 你的话说错了 砍 反正你 就就就就就就就像 对小包小狗一样 好像呢 那对方 就什么话你都敢说 什么事你都敢做出来 那离妹夫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啊 太遥远了真的 你真的是那么崇拜他 依恋他 把他做你保护伞了吗 那怎么样 我们能不能把去崇拜一下别人 你说他那个 你现在可能还会降嘴 有的人还会降嘴 哎呀他那个人真的是什么都不行啊 你说我崇拜他哪一点啊 我真的找不到他可以让我崇拜的点 各位你说遇到这样的人怎么办 他会降嘴啊 我一点都找不到啊 那各位我们现在学的是缘起是吧 那么你遇到任何人事物 你都可以发挥这样的状态 你一去找啊 你去找这种感觉 你去修来这样的缘啊 你去崇拜他 你去把他当成你的宝财 你越是这样做越是这样做 你就会发现 哎他变得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啊 哎他真的是让我崇拜了 呀以前我没看到过 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英秀了呀 相反的 我们也常常见到那种夫妻 就是总是指责抱怨 哎呀你这个人就没上进 你看看你这么多年了 跟着你这么多年 你说你让我干什么了 你让我想受什么了 你给我什么幸福了 就每天只得抱怨 就那样抱怨抱怨抱怨到最后 他丈夫也消极了 就觉得哎没意思了 就越混越差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就越来越差 一个是你给他的影响 在一个你越造 那个恶元越多 那个果报就会越惨 你还想得到什么 恶因加恶元最后恶果报 一个一个兑现 你还能想让他做到什么 那佛已经教你了 你用媚妇这种心态去对待他 那你就会发现他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我们也常常听过那个故事 就是苏东坡跟他师傅那个故事 是吧 他那个苏东坡跟他师傅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他师傅说 然后他说 师傅说你看看 我在你心里像个什么呢 苏东坡说 哎呀你在我心里像个牛粪 他师傅说 你在我心里像一尊佛呀 各位我们就看看你的境界 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差别 各位 你看他师傅修得那么高了 哪一个真正的高 他就能把苏东坡当成佛一样吗 你在我心里就是佛呀 相反的 你看苏东坡把他师傅说 哎呀你在我心里就是一坨牛粪嘛 然后还觉得自己占便宜了 觉得自己 我这次占光了 开心了 那就证明两个人的心里差距有多大 那各位你又把自己的丈夫当牛粪了呢 还是当黄金了呢 还是当 哥哥了 你把他当什么了 你是以什么来修的这个缘起呢 佛已经教了 那么你要记住啊 记住以后你要去用啊 只有在丈夫身边才用这个吗 其他人那里通通可以用了 那这种心态把握好了 你面对什么样的人 你都能修好自己的善缘起 把当时 佛说完 师傅说完了 臣妇母妇还有妹妇 接下来呢 是佛说 好 我们再把前面那个臣妇再拿过来 看一看 臣妇 刚才已经说了 什么样的人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战战兢兢 如履国兵的 去对待自己身边的人 再一个 你还要知道 在什么场合 用这种臣妇这种身份 你要知道 你看看佛 就这样一点一点教我们 我们一定要记住哦 那么你在什么场合 用臣妇这种身份呢 比如说 在小孩面前 我们大家 我们家里都有小孩 那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四口不管几口人 在一起的时候 小孩在场的时候 你绝对要恭敬 你要恭敬他 你绝对要把自己放低了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啊 皇上那些说的最好 是是是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你就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榜样吧 相反的 如果孩子在面前 你还在那里 去去去去 说什么呢 你懂吗你 那你的孩子就在你身边就学会了你的这种言词 你的这种神态 你的这种表情 那么他将来做事就把你这些通通复制过去 他不管对谁就是到单位里 他对领导都敢说你安排的是什么工作啊 合理吗 你这样能合理吗 现在我们我们这些人里面就有人敢顶撞领导的各位 他学着缘旗还敢领导 在领导那里去顶啊 撞啊冒火啊 然后泄愤一番啊 为什么呢 所以在小孩面前你一定要做到臣妇哦 不只是尊重对方 善于永远其你还要教孩子的因为你教育孩子不一定只是以嘴巴说的你做的也是在教育他要不然你的一举一动他通通看在眼里 学在心里 用在生活上 怎么办呢 所以有好多人他常说哎我常常教育我孩子啊这个那个我总给他做思想教育他怎么就不听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做到啊他常常看到的是你那个样子你教的是善的你做的是饿的你说他哪一个记得准 他甚至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虚伪呢 所以我们在小孩面前要做臣妇 还有如果家里来客人了哎来客人的时候也要用这种臣妇的身份 在客人面前你绝对要做到像大臣一样毕恭毕敬的对待自己丈夫 哎不只是丈夫自己身边的人你都是毕恭毕敬的你看看那客人到你家里哎呀那简直就是哎呀回去以后马上就来一样我到人家谁谁谁家里去串门啊 去做客呀人家你看那生活那太幸福了那就羡慕你一辈子啊 为什么呢因为他家里感受不到啊你看一般的家庭百分之九十九的通通都他做不了皇上了 有两个人打呀骂呀对着干嘛吵啊哪有一个说哎呀怎么人家就在家里当皇上呢我怎么就没这种待遇呢 所以他就羡慕的不得了那你能做到吗 来了客人你能不能做到臣妇呢 哎哎哎注意哦好那能做到最好了你看哈在小孩面前客人面前要做臣妇这个一定要做到但是你要知道不管不能说在这种身份用母妇啊比如说在小孩面前你表演母亲的角色你在自己丈夫面前表演母亲的角色那就不适合了 你一定要知道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身份一定要知道哦那是规矩这规矩一定要记住不记住你就做不到做不到你做出来的一切通通通都是乱套的那么你一个乱套的人你想一想你能成功什么呢你什么都成功不了连家里都没有办法哎那你小孩也会受到影响做不好的话所以呢作为一个女人来说 你想作为一个成功的女人那你要做一个模范女人典范的女人那么你一定要在自己小孩面前做好一定要做好臣妇哦这个绝对要做好的当时师父还说我们来着我们这些人啊怎么会这么难啊我们就发愁了哎呀不过呢我还没多大发愁不过我就想我回去怎么练啊因为我回去以后我面 我面对的是学生啊我面对的是学生啊我面对的学生啊我家里没别人啊就我一个然后我要面对的是学生啊那学生的身份很低的我要怎么面对他们呢那我要把他们当皇上吗那么他们不就把我这老师不放在眼里了很好笑啊我还当时还有好多就是什么都不懂还在那里乱想 我在乱想然后师父当时呢就说我们这些人啊你们这些人啊通通都是乱搞乱搞什么都是乱的管理是什么身份管理什么场合什么都是乱的所以这些你都要研究透了你才能用你现在刚刚接受这个理论 当然你是不会用的咯那不会用怎么办回去以后去练啊这个要练的所以呢我们要想那怎么样才能做好啊现在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说当时佛是对御音女说的 但是我们所有在场的人啊通通通要学会这些的那佛就告诉我们了最妙最妙的降服烦恼就可以做好最妙子最妙的诀窍就是降服烦恼哦好记住了这四个字我们每天都在说是吧好那我怎么降服烦恼啊我一遇事就乱了好那么你再记住一个诀窍 我师父说你降服烦恼一个诀窍就是不要贺五贺六的哈不要去训斥别人你把自己放低了这就是诀窍你就想我是个奴才我是个最低的奴才我没有任何资格去指责任何人我没有任何资格去抱怨任何人我的任务 我的责任就是伺候好每一个主子我侍奉好每一位主人你能不能那就是关键如果你真能把自己放低了嘿你就相服烦恼了那你相服烦恼的同时你就是与智慧相应了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啊把自己抬得高高的我是皇上任何一个人我都敢指责有的 在家的师兄他都敢指责出家师父哎呀那个师父他怎么怎么怎么样他那个时候做什么事了他那个事是怎么怎么做的他是怎么怎么让我伤心的他是怎么让我难过的他也是师父吗还有这样的人我们就想一想啊还有的人呢对父母指责抱怨 或者是逼着自己父母或者是逼着自己父母怎么怎么样啊我们就想吧这个时候你是在与智慧相应呢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关键关键点就是降服烦恼诀窍把自己放低我是最低最差的各位你们都是我的主人啊我愿我能把你们都 师父母的好好的我为你们服务那是我的荣幸啊为别人服务了还是我的荣幸啊而不是说我为你服务了你怎么不感恩我一下呢那惨了你还是没放低你是奴才你本来就是应该服务别人的嘛你没服务好就是自己没做好嘛你没有做到最完美 你就要随时改看看哪里出错了把它服务好那就是与智慧相应了你就把自己真正放低了如果你做了以后还要别人感恩你或者是还要要求别人对你称阳赞叹一番嘿你只是表面上好像挺高的其实你的内心还是皇上所以各位你如果学了元旗法以后 别人到底是放低了还是没放低别人把自己抬高了还是没抬高你一扫就知道你一听就知道那是瞒不了人的他就是想复藏你一打眼过去你也知道他想干什么呢你复藏不了的因为他的言词会带出来他的语气也会带出来 他种种种的做法都会带出来的所以真正放低的人他会把自己小心翼翼的把自己放到最低最低然后战战兢兢的去为众生去做事哦如果没做好还会去反思哎呀我怎么会这样呢我怎么没做好呢忏悔我下一次一定要做好好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哦 哦想不烦恼的绝合 好了那今天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我们明天再学好吧